经修正的冠状病毒疾病临时援助措施法令今天起生效 为无法按时履行供应合约的承包商 以及装修工程受影响的租户提供保护 租金减免评定员的权限也扩大 在修正的法令下 租金减免评定员可以在业主和租户无法达成协议时决定免租而渡 目前共有298人受律政部委为评定员 协助解决租金减免的相关问题 另外向供应商租用建筑器材或是材料来进行工程和承包商 如果工程因冠病疫情受到延误 可以申请减免租用费或是调整归还期 而展开装修工程的非住宅 租户如果遭疫情打乱装修的进度 无法在免租期的下售汇 租户也可以申请延长免租 此外业主如果因为建筑工程受疫情影响 而无法如期让租户入伙 业主也可以在修正的法令下获得援助 申请修改租户签入的日期 要符合援助的资格 相关的合约需在今年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之前生效 同时需在今年3月25号之前签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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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